现在是7月中旬安省的一个中等花店 看到这个五颜六色的 这是什么呀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原因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是各种各样的景天 seedums 这么一大盒里头 大概有四五种景天 五颜六色 真漂亮 我真想要 这是它的价钱 34块9毛9这么一大盒子 多大一盒呢 这么大一盒 我觉得是和几个人分 比如四个人分 如果你要真是买这个的话 实际上你要把它切成小块 一小块一小块的种下去 大概差不多这么大一块 然后呢 间隔一尺半尺到一尺吧 让它慢慢的覆盖一片地 强调一下 这些都是耐寒品种 在多伦多地区 都可以在户外过冬 天哪 你看这个 仔细比较了一下 你看这一盒长得非常的丰满 颜色也很鲜艳 旁边呢 这个就显得稀稀拉拉的 特别这边土地图 土都看得见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雾区在里头啊 景天是非常耐旱的植物 你要是长时间不浇水 它也不会死 但是你要长时间不浇水 它就变成这样 看到景天长得好的人家呀 都是差不多像热天的时候 都是天天浇水 其实它不需要很深的 它的根很浅 你涂表面 涂表面湿了就可以 它就能长得很丰满 然后越长越多 长得更快 来看一眼 这个也很漂亮 它画的是黄花 21块9毛9 这是什么呀 这个没有黄花 它已经过了花期了 现在7月中旬 这个是它的新叶子 你看这个新叶子更红 我的天哪 很艳吧 它时间长了以后 会变成绿色 这个是spirch 或者是中文叫它大脊 大脊的一种 学名叫Euphorbia 这个往往会和多肉猪在一起 因为它也是耐旱性很强的植物 并且是阳光越充足 这里是全日照 阳光越充足 它的颜色越鲜艳 特别是新叶子的颜色 这里还看到了一种 很漂亮的Hanson Chicks 这也是耐寒 今天说的都是耐寒品种 我的天 真漂亮 多少钱 11块9毛9 画的更鲜艳 尖还是红的 里头是黄的 我觉得是 也许这个是日照不足 还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要是种在花园里头 条件合适的话 应该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相信 我信它 这里有一种景天 See them 你看就要想想 多肉植物 玩的肉肉就失耐 但是这个是耐寒品种 多少钱呢 6块9毛9 这么便宜 这种多肉呢 不是不适合种一大片 一小片 一个小山包 今天终于认识到多肉植物的卖点 就是色 好了 多肉植物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石针 加色 石针加花店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一个养花园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